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現場的各位貴賓 大家午安 再次誠摯的感謝各位來到我們2021年第一場HeCon的FreeTalk 那事實上我們這個FreeTalk啊 因為疫情的關係曾經有延後過了一次嘛 所以今天呢特別為了在場的各位準備了 關於近期的供應鏈以及勒索病毒的攻擊 非常精彩的一連串四場的演講 在正式活動開始之前呢 那這邊有幾件事情要稍微提醒在座的各位 首先呢會議進行中請將您的手機轉至靜音或者是震動 會場內嚴禁飲食 並且基於防疫的因素 請各位在室內的時候要全程佩戴口罩 好 那順便也提醒各位 如果您的朋友或是同事有想要觀看 我們今天這場活動的內容的話呢 大多數的演講 我們都會在HeCon的粉絲專頁上同步進行直播 那可以提供他們相關的連結進行直播的觀看 接下來第一件事情我們就邀請到台灣駭客協會理事CK 來為我們今天的活動做一個簡單的開場白 請大家給他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 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我們HeCon的Free Talk 那這是我們睽違兩年之後再辦的一次Free Talk 那我們其實本來去年就有想辦一場的Free Talk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此一直延延延延延到今年 那我們二月半的時候 也很可惜的因為遇到了疫情的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臨時就決定再把它延起 那所以很感謝大家就包容我們延起的這個決定 那那麼多人願意來現場來聽我們的Talk 那從去年到今年其實發生了非常多重要的治安事件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決定要辦這一次Free Talk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帶來國內外各種的治安事件 讓大家了解這些治安威脅以及如何防禦 所以從去年開始其實臺灣遭受了非常多大規模 而且針對企業我們說是針對性的Lustral Ante的攻擊 對 所以我們今天的議程一開始會請PK來介紹Lustral Ante的部分 那從12月到今年到現在 國外在討論非常嚴重的一個供應鏈的攻擊 就是SolarWinds的事件 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聽過 那在臺灣其實沒有那麼多人在討論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覺得相當的可惜 因為這個議題其實對整個治安權是影響非常重大的 所以我們邀請了Fox IT的研究員ZYU 那我在這邊也會幫忙補充一點小小的部分 跟大家比較全面性的介紹這個SolarWinds這個事件的起因 那另外我們想從不同的角度 也是一個供應鏈相關的議題 從手機的部分去探討說 手機 OEM 廠商 一些 ADWare 相關的一些東西 那從黑殘的角度去看這些事件 所以Fildo會在這個部分為我們帶來一些分享 那我們這幾個議程都是偏禁於紅隊 告訴大家威脅是什麼 所以我們排在這些議程中我們就在思考說 那我們應該教大家如何去防禦 如何去抵擋這些攻擊 所以這次我們也很榮幸可以邀請到台積電的徐處長 對 他很熱心地來幫我們分享 在台積電的一些治安的經驗 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公司 如何去管理這些治安的事件 如何去組織治安的團隊去應變這些事件 那這都是相當難得的一些經驗和方法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因為徐處長今天跟我們分享的東西 有很多是比較private的方法和經驗 對 所以這一場我們就不開放直播 那現場也不開放錄影錄影 所以大家腦袋要記好 把它帶回去 對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議程 我們希望大家在了解各種攻擊的威脅 並且了解如何防禦 那希望在攻防兩方面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收穫 對 好 那我今天對議程的介紹大概就這樣子 那我們在外面我們有這個經驗品的販售 如果你們覺得議程不錯 覺得HeCon真太有趣了 那歡迎大家去買個經驗品 對 好 那我這邊就不多說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我們的議程 近期台灣發生術喜針對我國公司的勒索軟體攻擊 那有別於以往大規模的散步 近來針對大企業的勒索軟體攻擊 偏向透過在企業內部持續後滲透行為 直到控制多數的重要電腦後 再進行勒索軟體的散步 以提升他們勒索的效益 在接下來我們即將開始的今天第一場議程之中 台灣駭客協會理事PK 將從勒索軟體的分工及經濟模式 探討勒索軟體攻擊的趨勢 並且以實際與勒索軟體對抗的經驗 向各位分享該如何防禦這類型的攻擊 那我們掌聲歡迎PK的演講 好 謝謝 這個今天是講師的福利 就是可以脫口罩 唯一的福利 那今天也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我要代表HECON也要感謝各位 能夠在這麼嚴峻的情況之下 能夠辦實體的會議來參加 其實這個HECON的Free Talk 在去年1月27號的時候 我們在里建市的Regular Meeting的時候 其實有講說應該要針對幾個特定的主題 稍微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但是一直遲遲的沒辦法完成 就是因為剛好那時候疫情突然變得非常嚴峻 所以我們決定要Postpone 那今天也非常高興再次的 然後大家都能夠來到現場 以及線上的夥伴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今天我們也非常高興能夠邀請我們各個專家 還有包含許處長 還有TT 還有Alan都在這邊 所以各位應該有什麼問題的話 在現場都可以詢問 好 那我今天第一場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在近期 所謂近期就是指的去年 跟一直到今年 其實台灣對於勒索軟體的攻擊事件 其實是非常多的 那到底是發生什麼原因 那以極限的勒索的病毒 它的一個產業到底是轉型成 他們也數位轉型 轉型成什麼樣的一個商業模式 趁這個機會跟各位介紹 讓各位知道說怎麼樣去抵禦 以及這種勒索攻擊 未來其實它會發展成什麼樣的模式 好 其實第一個我要先介紹的是 所謂的針對性的滷汁勒索攻擊 在去年其實我們看到很多大的這些上市櫃公司 都有發布公開的新聞說 他們遭受勒索軟體的攻擊 那這種我們稱作Big Game Hunter 也就是說這些勒索的集團 他針對的是一些上市的這種大型的企業 不管製造業或是高科技場業 或是一些其他的大型企業 他們對於這些企業有特別鎖定的一個趨勢 然後基本上他會一直跟著他 然後直到你要付出贖金為止 所以如果只有這些企業不付出贖金的話 其實他一連串的這些攻擊會接二連三的攻擊你 那為什麼這個企業遭受這樣的攻擊 駭客一定要這個企業付這個贖金呢 其實他背後有很深的所謂的他的這個 ecosystem 他的所謂的供應鏈 所以促使說他必須要跟受害者拿到贖金 所以他必須要選擇非常大的公司 他才有比較有機會拿到這個贖金 那其實這個對台灣來講其實傷害非常的大 因為他可能造成整個產線的shut down 還有包含整個企業資料的外洩 那可能會遇到很多法規面的合規面的問題 還有投資人的信心 甚至供貨短缺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我們要特別特別的來探討 那這邊是幾個新聞可以看到說 像Gami 仁寶 還有像這個政府單位 健保這個這個 衛福部等等 都有類似的從這個VPN 或是從他們這些對外的 所謂的public facing的application 就從你企業裡面對外的一些入口 包含web 還有一些其他的對外服務的打進來 層出不窮 那甚至還有一些半導體的廠商 然後電子業 還有包含這個製造業等等 其實這個手法是越來越精進 而且除了加密你的檔案之外 還要加速你支付的這個速度 他還要威脅你資料的外洩 所以他等於是double這個雙重勒索 double extortion 就是所謂的雙重勒索 除了加密你的檔案之外 還一點一滴的外洩的資料 讓你一層一層的去擠牙膏式的方式 來洩漏你資料 讓你一定要去付這個贖金 所以是非常非常殘忍的一件事情 其實這個產業為什麼 淪落到這麼殘忍呢 其實這個是有一連串故事 可以跟各位分享的 首先駭客這邊 他已經解決了金流的問題 也就是以前可能在於這個支付的 這個現金的部分 其實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駭客必須要入侵很多銀行的帳號來洗錢 或是透過賭場或是簽裝 但是線上有這個數位貨幣之後 其實整個金流對駭客操作起來方便許多 所以造就這個產業 其實有蓬勃發展的其中一個原因之一 那這一篇是這個group IB的一個報告 報導就是說其實在2020年 非常這個最活躍的幾個 這個Rinsonware 他的這個Bumpire Gamester 可以看到說其實 其實這個排名一直在變 包含是Maz或是EgreGrow 或是County或是Evo 或是可以看到後面的這個 包含什麼Renegar等等之類的 其實可以知道說其實每一個 現在最近可以看起來County 其實有慢慢往前 這個以排名提升的一個趨勢 其實這些紅色的族群 他其實不是單一的組織 他背後都有非常非常龐大的 整個供應鏈的體系 包含誰要負責平台 誰要負責滲透 誰要負責釋放勒索 誰要負責支付屬性 所以他整個後面是非常非常 複雜的一個體系 那但是企業面臨到這些挑戰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惶恐 那我這邊盧獵的幾個 可能企業的相關的主管 或是相關IT人員會 會有一些concern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壓力跟恐懼 就是說當你的這個企業 所有檔案被勒索之後 被加密之後 其實駭客在暗網 接下來就開始公布說 他已經勒索了加密了哪一個企業 然後接下來還會一點印低的 釋放你的資料 所以這些受害的新聞持續的發酵 你單位的生產產線 又沒辦法回復到正常 然後再來就是當地 可能有一些因辦的法尊事項 如果你在歐洲有設點的話 那可能駭客偷了這個歐洲的相關的一些 HR的資料的話 其實這個對於GDPR來講 事實上你就要通報 72小時之內通報 不然就會有罰則 第二個部分就是對於未來跟不明確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駭客怎麼進入的 那到底有哪一些solution可以幫助我 到底誰能夠幫助我 那未來會不會再發生 那資產事件要如何應付 因為對於勒索的IR 跟一般的入侵IR 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勒索基本上很多的LOG 或者很多檔案都已經被清掉 但是企業又沒辦法等你說 這個系統完全給你做IR 然後我先不用生產 我先不用運作 這是很困難一件事情 所以大部分都在跟時間曬跑 那你要在非常快的時間找到根源 但是企業又不能中斷持續的這個營運 所以這個部分的IR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往往有時候會看到就是說 其實很多企業就說 我沒有辦法 我不可能跟老闆講說 我這個電腦要先做isolate之後 我還做分析調查 因為我現在馬上要上線 所以我只能馬上重灌 馬上重灌之後 讓這個系統能夠恢復正常 所以很多時候你重灌之後 其實你就喪失了 找到駭客入侵的根源的機會 也就是說這種的IR如果你為了要讓系統趕快上線 你重灌了之後 其實你就會喪失了 找到駭客入侵的機會 再來就是評估的決策 就是說哪些夥伴能幫我 哪些工具能找到根源 我是不是該支付贖金呢 我的決策時間非常非常短暫了 所以這些就是很多企業組會遇到的一些難題 當然企業恢復營運是他第一優先的考量 所以以我們當作這個資安廠商的這個一方來講 我們有時候遇到一些客戶他的遇到他被勒索安體勒索之後 我們到了現場的時候 其實我們發現其實能幫他做的事情其實非常有限 因為他已經是一個完全被加密的狀態 他的所有的系統都不能夠被開啟之後 他期待的是 他的期待是有你到現場之後可以把他全部解密 然後所有系統恢復正常 這是他的期待 但是如果你到了現場之後 你跟他講說你要裝這個要裝這個幫你做補強措施 這往往不是客戶他優先期待你要幫他做的事情 所以這跟資安廠商在推solution的時候是非常非常是conflict 就是說當客戶遇到問題之後你跟他推有一些solution 但是事實上來講客戶一點都不care 那時候你跟他講的solution 他care的是你能幫我把我的這個檔案解回來 然後能夠幫我把我的系統上線 所以這中間會有很大的gap 所以往往這些gap是什麼呢 就是說能不能解其實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絕對不會有一個人跟你講說我可以解或是不可以解 在非常短時間告訴這個客戶 所以這必須要有一些評估 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知道客戶他的期待是說你能幫他解密 恢復正常 之後我們再看怎麼樣做harden 完全理解 所以我們去跟客戶介紹的時候 其實我們絕對不會去跟勒索的病毒的客戶講說 你要盜我什麼東西 絕對不會 我先評估看看我能不能幫你解決你現在的狀況 如果我不能幫你解決現在的狀況 其實我可能不會是那麼的aggressive 那客戶的期 那在中間的gap是什麼 第一個你要首先 但是你要能不能確認能不能幫他處理這件事情呢 很重要幾個觀點就是 你要先識別病毒的種類 他種的勒索病毒是什麼 評估能不能解密 再來就是演算法 這個勒索病毒用的演算法有沒有漏洞 他的加密方式是什麼 再來就是這個族群後面的駭客的背景調查 他是不是一個 他是不是一個非常就是惡名照張的組織 基本上你跟他談都不用談 或者說他是不是一個 這個一般的小混混 基本上你還有基本 還有空間可以跟他談判 還有一些交戰經驗 這些東西其實都不是一般企業他擅長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我們覺得在客戶期待跟各個補強措施 中間的部分是可以有一些buffer 各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就是說我要先確認能不能解的話 你要先思考這幾個點 那勒索病毒最喜歡企業的備份方式 這個是我們處理過蠻多類似的 的客戶的案例 就是說勒索病毒最喜歡企業的備份方式 就是說你全部都用網路磁碟機的方式把它掛載 很多企業說我都有備份了啊 我全部都備份了 但他備份方式是直接用網路磁碟機 然後就用網路磁碟機的一個器材進來 一個器材進來 這個是勒索問題最喜歡的 因為他只要一進去一台電腦的時候發現 哇你把它所有的NAS全部放到F槽 D槽G槽他超喜歡 一次加密全部一台電腦加密 等於所有的資料全部加密 第二個是什麼 使用網路磁碟機的方式 與其他電腦共享這些目錄 也就是說 不只是只有一台電腦mount這些目錄 好幾台電腦都同時mount相同的目錄 這會造成一個很大的解密困難 什麼意思 當兩台三台電腦都mount相同的目錄的時候 基本上一台電腦勒索加密 另外一台電腦再重複加密 第三台電腦重複加密 基本上加密好幾次了 基本上這個解不回來了 檔案就爛掉了 檔案爛掉了 這個我們有發現過就是說 因為很多惡意城市在lock 這檔案lock我要加密 這檔案我要lock 結果到最後這檔案整個破掉 整個損毀了 基本上解不起來了 這是真實的事件 那駭客最喜歡加密的資料是什麼 人事資料 HR資料 流程管理相關的像ACCP 還有什麼這個製造執行系統 EM MES 還有什麼財務會計系統 駭客基本上就會鎖定這幾個的資料 來加密跟竊取 這是他最喜歡 因為這些資料呢 會影響你的企業營運非常的巨大 所以第一個優先 他們就會先找尋這一類的資料 那勒索病毒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 它具有幫派化的一個現象 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就是透過MSS MSS Malware Service的平台上架 那另外一種就是什麼 沒有透過Malware Service的平台上架 有透過這個Barnet的平台上架呢 表示它是具規模有堂口 我組織有幫派 那沒有透過Malware Service的Barnet的平台上架 它就小混混 它可能還沒有辦法製成一個幫派 那有堂口的基本上什麼 它有一定的成本 這駭客毒很大 所以基本上表示說 它幾乎沒有任何殺價的空間 再來什麼 所以它的target一定是大型的製造業 高科技產業 還有什麼等等 經濟母 有時候我們會發現一些企業 剛公布財報之後 它就變成目標了 因為駭客也會鎖定說 每個上市公司公布財報的時候 看它的營收 它還咀嚼於它勒索你之後 支付贖金的機會 那再來就是說 在這種有堂口的 基本上它手法非常精良 大部分都是使用APT的戰術來入侵 可能是分工非常細膩 包含Blood Hunt Cobo Strike Empire 這些所有的Pouchure Screw 全部用上來 那非透過Mass的Barnet的商架 第一個它沒有什麼成本 有就算多的 殺價空間大 針對的是什麼 小型製造業 醫院 學校等等 手法比較粗糙 但是這個駭客 它沒有病毒克制能力 因為它病毒通常是買來的 所以軟體的BUG很多 檔案不一定能解 因為可能勒索軟體 本身有很多 這個 day lock的問題 所以造成它的檔案可能會 加密壞掉 所以就沒辦法解 但是呢 我們會發現到說 其實 金融的木馬 就是所謂的Banking Children 它的這個演化 已經不是我們印象中的Banking Children 以前我們的Banking Children 好像只是針對銀行金融業 它必須要偷取一些銀行的帳號密碼 然後取得一些帳號 銀行的帳戶 它可以做洗錢 但是現在呢 其實基本上都轉型了 因為整個數位貨幣的一個盛行 其實傳統要去偷取銀行帳號 來洗錢的這樣子的 這一道關卡 已經被突破 所以在Banking Children上面呢 這個演化的也非常的快速 像是Dravedex 還有這個TrackBug的 Ammotate 就是耳熟能詳全世界 對這幾個都不陌生 這些都不陌生 那 通常都是從傳統的Banking Children 慢慢演化來來 一直迭代的開發 一直迭代的開發 所以現在變得非常精良 所以 以我們Research團隊 我們分析過Dravedex 還有Ammotate 我們都認為說 這些病毒的程式混淆的程度 混淆的技術 還有它規避偵測的技術 遠遠超過一般病毒的能力 那 甚至是它大量的使用的這個 所謂的VEH 所謂的Exception Handler 它基本上讓你去做 Reversing非常困難 那 甚至呢 還可以透過這些Exception Handler 來做In-line Patch 把自己的這個程式碼 做動態的修改 所以從傳統的這種Banking Children 大家以為說都是透過什麼Email Fishing 它可能夾帶一個叫Invoice.zip 然後寄給你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它現在呢 轉化成更精準的釣魚信件 甚至是模擬一些真實檔案 加料寄給你 就是跟apt是一模一樣 而不是用這種非常千邊一律的 Invoice.zip 已經不會了 像這個就是所謂的 這個In-line的Page 它在現場 它在程式碼裡面會修改 它下一行要執行程式碼的 的 的 Operation Code 那其實在這剛才講過Jodex 那在微軟在去年的10月20號的時候 它有針對這個TrickBot 也做一次這個大規模的這個掃檔 但是呢 各位要知道TrickBot 它是Ammortator的 就是說Ammortator進去之後 TrickBot的相關模組才會進去 所以你把TrickBot Shutdown之後沒有用 你的Ammortator沒有Shutdown的話 接下來其他模組會陸陸續續進去 所以微軟在Shutdown這個TrickBot的時候 其實沒有獲得很大的成功 因為Ammortator還是活著 所以等於它的這個渠道還是同的 但是這次八國聯軍 把這個Ammortator給Shutdown之後 事實上來講就造成了這個整個的 微運的困難 Ammortator整個微運的困難 其實這真的很困難 因為這要結合這個所謂的國際刑警 各國的執法單位來做 我也非常希望台灣有一天 能夠參加這樣子的聯合機查 那其實這非常非常的有新聞性 那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跟政府建議說 我們要去參加這些聯合的這個機查小組 來一起來掃蕩這些網路上的一些非法的情勢 那另外一個就是 不是透過這個Math的平台 像這種東西是在暗網上面 可以很輕易的採購到 買到的一些所謂的 敵戰式的勒索軟體套件 像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Sanas的一個勒索軟體 他在暗網上兜售 基本上這個只要拿到這個工具之後 你就可以自己發起一次勒索的攻擊 例如說產生Key啊 你要躲避什麼樣的偵測啊 你要Anti什麼什麼東西啊 你要加密哪些檔案的類型啊 甚至是勒索信息你都可以自己訂 你把它寫成中文你可以 但是你寫中文的話你會被抓到 沒有 所以說這個東西西方 但是就表示說什麼 這種拿到這種工具的ScripKid 基本上他要改他的那個能力 就沒辦法 沒辦法改 所以他只能使用這些工具 所以就變成說很多這種小混混 也可以從暗網這邊取得到這些 一站式的服務 來發起一些小規模的勒索攻擊 但是這些小規模的攻擊 各位以為他也算規模小嗎 其實也不小 因為通常發起一次規模 他也大概可以平均來講 大概獲得到大概5顆左右的比特幣左右吧 還是會有7月付錢的 大概5顆左右的比特幣 以現在如果以5萬塊美金來講的話 25萬美金 但是這邊不是要鼓吹各位 以及線上的人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還有很多方式可以追蹤到你的 就是不要輕易去嘗試 但是這些駭客大部分都是東歐那邊為主的 烏克蘭或是俄羅斯這邊為主的 居多 因為各位我告訴你為什麼不要輕易嘗試 因為這些病毒的後門 這個病毒它本身自己有埋後門 所以你啟用它的時候 基本上它都知道你 所以很容易就會知道你在哪裡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這麼便宜的事情 發生在你的身上 絕對沒有的 那透過這個MAS的上架平台 為什麼我們會要強調說 駭客一定要打到這個企業支付贖金為止 因為從第一層它必須要透過什麼 必須要透過Trickbot 這個Barnet的平台 這個渠道來散播這個勒索軟體 所以第二層是什麼 勒索軟體的這個提供商 第一層是Barnet的Infra上架的平台的提供商 那最下面是什麼 受害的企業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從受害的企業取得到贖金的話 他要支付它 還要再支付相關的一些供應鏈 所以你基本上來講 如果這一次他勒索的企業沒有支付贖金的話 對這個駭客來講 他沒辦法跟他的供應鏈交代 所以他會 等於是說他會賠錢 他一定會賠錢 他沒辦法跟上面的供應鏈交代 所以在上一層的這個微軟或是八國聯軍 在Shutdown的這個Barnet的就是Trickbug跟Emotate 那現在下面這些 這些都還是活的 County、Rike、Bazaar的這些都還活的 所以對他來講 他只要再找另外一個平台上架就好 那各位可能會覺得說 微軟不是全部都把它Distrupted嗎 其實只有跟我們在看電影的這種 這個黑幫角色一樣 你把黑幫的頭都做掉之後 你以為就天下太平嗎 不會 因為馬上就會有一些小弟變成黑幫的頭 所以接下來可能Drawdex 或者其他又變成是Emotate一樣 但是會需要一些時間來發展 所以這個是一個永無止盡的一個循環 所以在以色列有一家公司叫Clear Sky Clear Sky 他有追蹤County的這個相關的這個 數位貨幣的錢包的位置 所以他有發現到 當他收到贖金之後 接下來他會分送給上游各個的Service Provider 所以的確是跟剛才講的這個Ransomware Service 其實上是有Link 也就是說他從駭客這邊 他從受害者那邊支付到 拿到贖金之後他要一層一層的往上支付 也就是說駭客對於這個目標的選擇要非常精準 因為他要評估說你到底會不會付錢 所以他不會付錢的話 其實基本上對他來講他就是虧本 所以他一定要找這個營收好的 有營收的 然後再來就是好打的 然後基本上又國際知名的 所以他把你檔案加密之後 基本上還要偷你檔案 偷你檔案之後就要迫使你要付錢 不然我把你的所有企業資料 全部外洩在暗網上 所以這樣子的話其實基本上來講 完全鄭重了企業的恐懼 內心的恐懼 所以這部分的話其實基本上 其實這個攻擊行動背後還有很多 其實是心裡面的一些工坊 像這個Double Payment也是非常常見的 這個透過這個Rensenware Service方式上架 那其實他通常是透過他的載體 是什麼Dragdex Emotator 透過這個spanmail方式 這個stage one先讓這個受害的單位中毒 透過email方式 那像這個之前我們看到的那個像人保 他也是用這個Double Payment 那再來就是County Rack Bazaar的 那這些其實基本上來講 透過的是這個Trackbot等等 還有Emotator來做散步 那台灣其實也有企業遭受County的攻擊 那在Global來講的話 County其實從去年的8月開始慢慢的活躍 那今年年初呢達到一個巔峰的階段 那現在基本上County其實是非常非常popular的 Rensenware在這個世界上 那這個County之前前身好像叫做 也有很多名字啊 然後基本上它其實都不是說突然冒出來的一個 後期之秀 其實都是慢慢的演化過來的 那在整個勒索的病毒呢 它其實也有按照規模來分類 Tier 1、Tier 2、Tier 3 Tier 1的話基本上就是組織非常龐大 而且這個演化許久的一些這個任聖位 包含的Double Payment 還有這個Netwalker等等之類的 還有MASS 還有Global Improcer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攻擊那個WAVE部隊的 那還有Tier 2的 還有Tier 3的 等等之類的 按照不同的規模 那它規模大之後它可能變成Tier 1 那這個基本上也是非常常見的 Sanas剛才講過的 Wasted Locker、Sanas 還有什麼 還有County等等之類的 好 那接下來跟各位介紹的就是 前幾張slide跟各位分享的是 有關於Runsonware 它為什麼一定要跟受害的企業勒索到 拿到贖金 還有它一定的 這個服務的鏈、供應鏈 那再來就是講到Runsonware 2.0 Runsonware 2.0其實基本上他們演化的 特別要講到說其實它在程式碼的撰寫上 我一直認為Runsonware 的撰寫應該是 集檔案加密系統最佳化的實戰 實踐檔案加密最佳化的案例 也就是說它要組合最短時間 加密最多的檔案 然後到達最大的破壞力 其實一般的這種 所謂的DLP 檔案保護工具 可能都還沒辦法做到像Runsonware 這麼快的短的時間內加密那麼多的檔案 所以它一定有什麼一些策略 那我們來看看它有什麼策略 首先它就是升級為勒索的四部曲 我們叫做SELCELL 所謂什麼STILL ENCRYPT EXTORE跟什麼LEAK 先什麼先偷 再加密 再勒索 然後再外洩 所以基本上現在Runsonware 2.0的流程會是像這樣子 怎麼樣偷呢 用APT手法打到企業之後 一直在鎖定它的AD主機 打到AD之後派送 然後偷資料 HR的SEP MERS 還有相關財務資料 傳送到雲端的硬碟 然後再來就是加密設定定時炸彈 然後最後什麼 再按網上公佈勒索訊息 然後來勒索相關的署金 然後最後什麼 外洩資料 來Post你什麼 這個支付署金 那如果你不支付署金的話 繼續什麼 繼續帶你單位們繼續偷 繼續偷 所以基本上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殘忍的一個 四部曲 那像這個就是 甚至當這個企業一旦被勒索之後 這個駭客會窮盡所有跟這個企業相關的 總機電話 相關的C-Cert人員 IT人員的E-mail一直廣發什麼 廣發信件說 你這個應該要快付錢 再付錢我就要檔案就要幹嘛幹嘛 所以這種方式被多重壓力之下 我們稱之為Double Extortion 就是雙重的這個勒索 然後甚至在按網上公佈相關百分比 這非常非常惡劣 就完全是人性 就是說現在公佈百分之五 現在公佈百分之十了 現在公佈百分之二十三十三十了 到底哪一天公佈完呢 其實我就跟客戶安慰說 沒關係啊 他公佈百分之一百的時候 你就不用解密啊 因為所有資料在網上都可以拿回來 Open Data 所以客戶要能忍得住 就是說要跟他講說 其實你不用解了 對 不用付錢 因為這個駭客遇到鬼 就是說你跟他撐到最後百分之一百的時候 你不用解密 因為他所有資料又歸還於你 又歸還於你 這也是 但是比較少有客戶能夠接受這樣子的建議 所以大部分都還是會尋求一些解套方式 但是通常很難 因為這一群我講過了 他背後一定是龐大的組織 所以你沒有給他一位實質的補貼 他基本上他很難對你收手 除非他真的覺得你真的太厲害了 他打不贏你 你太強了 所以他才會覺得我show hand了 然後我放棄了 所以加密的這些惡意程式呢 其實他演化非常快速 而且他沒 他基本上我覺得 他是最能夠貼近房租安提 或是資安市場的 資安公司的一個產業 也就是說他會密切的觀察 資安的公司有沒有發布一些 對於他的研究報告 因為他的下一版一定會 真實的去回應你 他對於這一個偵測 他做什麼樣改良 所以你會發現說 哇你的報告居然有人在看 而且下一版本就直接把它修掉或改良 第一個就是說其實你可以知道 以前的勒索軟體什麼 用很 用什麼 用高強度的密碼 的密碼 的長度 但是現在的密碼的呢 基本上是用來保護什麼 他的 他用高強度的密碼呢 只是用來保護他 低強度的檔案加密的key而已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真正加密的時候不用 用這麼耗時的高強度的密碼去加每個檔案 他只要用低強度的string cipher去加檔案 然後用高強度的密碼去保護那把key就好 所以這樣來講 他第一個他可以加速他加密的速度 第二個呢 加密那把加密真正加密檔案的key呢 他把它強度提高 大部分現在都是RSA 4096 然後再來就是真正加密檔案演算法呢 最常見就是Sara Sasa 然後現在他的演化版叫cha-cha-cha-a-cha-cha-20 之類 那這種是所謂的string cipher 那基本上他就是速度非常的快 那通常來講他會用RSA 4096 來保護那把cha-cha的key 那再來就是40 開好幾個matis thread 不是matis是兩個三個 是開40個thread 同時什麼 有一部分的thread去什麼 去做這個 這個directory的triple 這個triple sync 然後來做路路的便利 有一個thread呢 用來加密 以前是什麼一個thread 從目錄的列舉 加密同一個thread超慢 所以他現在就是matis thread 40個thread 再來就是要短時間 達到最大破壞呢 他對於加密的檔案大很小 就是說你的檔案可能5G 6G的 他不會傻傻的全部整個加密 他只會加密檔頭中間下蹲一點點 就是分段加密 啪啪啪啪啪啪 然後就丟在這邊了 所以他不會整個檔案都把它加密 甚至只有加密前10MB而已 因為他已經對你已經產生危害 他不要需要整個檔案加密 所以對於超大檔案 中型檔案 小型檔案 基本上他是選擇不同的加密策略 對於小型檔案 當然就是全部把它加密起來 再來就是他會環境檢查 甚至還是要透過特殊的方式 來解除系統鎖定的檔案 通常Windows有個叫做Restart Manager 用來做系統更新的時候 對於一些系統檔案被鎖定的情況之下 他可以暫時去釋放來更新 那這種的技術呢 也被這個勒索難題來廣泛使用 也就是加密一些系統檔案 他當時被鎖定的 然後透過這種方式來unlock 然後他就可以加密這些系統檔案 然後就是程式碼大量的用加殼混淆的技術 然後在尋找本機掛載的網路磁碟 然後甚至透過SNB掃描網路的主機 透過像Eternal Blue 用一些Eternal Blue漏洞來散播 那其實有時候也會發揮什麼 貓桌老鼠的創意 就是有些人生為了呢 基本上他沒轍了 所以乾脆就是先第一個段 第一段這邊是第一段 暗暗的看不太清楚 第一段先設定什麼 讓這台電腦下次開機的時候 要進入安全模式 所以就把它重開機 所以通常來講Windows進入安全模式的時候 大部分的防護系統全部都被關閉 因為你進入安全模式就是 只能有一些微軟系統的Driver 才能夠被載入嘛 所以大部分的防護措施都被shut down 所以他這時候他開始加密 另外一個呢就是 哇這個不惜這個網路頻繁的資源 這幾個勒索團體呢 外面在包一個Virtual Machine 然後寄給你 然後呢他就開啟Virtual Machine 然後病毒在Virtual Machine裡面 然後在Virtual Machine裡面 掛載外面磁碟機然後加密 所以你根本偵測不到 因為你的防護措施是在外面的 所以這個是比較高剛啦 是比較高剛 但成功率會比較低 因為他檔案太大 因為他要包一個整個VM進去 但是基本上來講 他就不用什麼 在做變種 他基本上透過一些技巧的方式 可以躲避偵查 那但是有時候也是 在設計上面其實有些問題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就可以探考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幫 幫受害單位來做解密 然後看這個Rensum 他本身自己在加密這個部分 有沒有一些演算法的缺失 最常見的一個缺失就是說 他用的是一個 他的Random 他的這個隨機 隨機產生的這個函式 他用的是比較不安全的 以打Net來講的話 他應該要用RNG 對於Capital Service Provider 但是有時候這個Rensumware 他用的是呼叫跟Random 呼叫做Random的話 他的這個亂數呢 是取決於這個 一個叫做System的 那個Environment的這個 Tick Cou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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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從哪裡來的 Tick Count其實基本上 他這個Seed 這個Tick Count就是 本級的時間 當下的時間 所以 所以基本上來講 用一個簡單的這種Random 來做這個密要的產生的話 其實基本上是可以被破解的 因為 我只要知道 他加密檔案的存取時間 我就可以推算 可能 他在呼叫Random的時候 他當下的系統時間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 反推他的那個Key 但是這時候要非常非常精準 你可能要Try很多次 因為 那要非常非常的精準 才有辦法 Michael可能要非常的微妙 所以說你要寫一個Range 然後去Try 所以事實上是可以解的 所以大部分現在可能很多人 成為修正 都是用所謂的RNG Crypto Service Provider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 比較沒辦法這樣做 那甚至是 完全都是用簽章的程式 所以跟合法程式是 是一模一樣 所以這邊寫Digital OK 那再來就是你要先判斷說 是不是你付的贖金 也沒辦法解密的案例 也是有喔 所以說奉勸各位不要什麼 隨便的亂支付贖金 因為大部分情況之下 你沒有確定之前 有可能是不能解的 像這個Taya 它之前呢 它的Victine的ID 受害的ID 是經過Public Key 加密Sasa的key 然後再Base58 把它做Encode 然後變成一個Victine的ID 所以你知道說 這個受害者 它對應到的Sasa的key是什麼 但是後來它有一次修改之後 這個Victine的ID變隨機產生 然後Sasa的key 加密完之後就丟掉了 所以沒有跟Victine的ID做Link 所以等於是說 連Hike自己都解不回來這個東西 因為它沒有那把key的紀錄 所以以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你知道它的勒索軟體 是沒辦法被解密回來的 所以基本上你也不用 你也不用抱任何的希望 那再來就是要watch out你的AD 就是其實Rensen它 為了要達到很快的擴散 它對於你單位的公司企業的AD 非常非常非常有興趣 從FishingEmail到這個Decode的Document 就是釣魚的信件 安裝後門到Lateral Movement 它其實所用的技術 尤其是Lateral Movement 這邊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像這個Metapreter CorpusTrack Empire ADFind 還有NTDS Utility 這個NTDS是AD上面來儲存Hash的一個檔案 Hike最喜歡拿這個檔案的 那微軟剛好有個工具 叫NTD Utility 剛好可以去call那個檔案的 來建立一個snatchard 建立一個副本把它call出來 所以這檔案被call出來之後 AD上的密碼都很多就會爆破出來 所以你很多AD的使用者帳號密碼就外洩 所以這次Hike最喜歡 這個搶佔的這個途徑之一 就是拿到攤頭寶之後 就指導你的AD 去竊取你這個密碼檔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 像Konti 就非常擅長用什麼CoboStrike 然後CoboStrike的相關的這個 這個 這個Beacon的UIL 這非常常見 還有相關這個AD的探測指令 甚至透過這個WNI的方式來執行 然後透過rClone把它上傳到這個 對外的這個儲存空間 所以對於企業來講的話 就無聲無息的 基本上就把你資料全部拿走 那在這邊跟各位分享了一下 我們的交戰的分享 跟Konti這邊交戰的一個分享 那這個這個是一個實際的例子 那我們可以 這是我們對一個客戶裡面的環境裡面 我們發現到一個情況就是說 Konti的這個組織呢 它在這個客戶電腦裡面有設置的一個排程 這個排程在2021年的1月1號的時候會執行一次 這個執行呢其實基本上來講就是 各位1月1號的什麼 凌晨0點 這大家都在跨年的時候 也就是說在去年跨年的時候 他其實想要讓這個企業難堪 所以他設定了定時炸彈 在2021年的1月1號晚上的凌晨0點分的時候啟動 然後來引爆 因為那時候應該是企業裡面最少人的時候 那基本上全部都已經針對很多台電腦 全部設定好所有排程了 那遇到這種情況之下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企業怎麼樣先去做應處 那我這邊想要跟各位介紹 以這個例子來講 這個客戶呢 他我們總共花了將近4個禮拜 才做完整個IR的這個前置的動作 那在這個客戶裡面 他總共是6萬 大概6千台電腦 那我們發現有77台電腦有高風險 不是說77台電腦都中毒 但是有些帳號密碼外洩之後 他透過一些內網主機來做跳板 所以會列在這77台裡面之內 發現12支後 12支的二移程式 而且呢 駭客設置一個定時炸彈 在2021年的1月1號的時候要引爆 所以這時候我們 對他進行了一連串的動作 第一個 組成一個專案團隊 透過EDR方式先見識調查 他整個場域的情況 然後樣本分析 看看這個病毒是什麼 還有病毒之外 還有就是他用的一些手法 再來呢 製作這個數位的疫苗 因為 沒辦法那麼快的接觸到 沒辦法那麼快接觸到 這個客戶所有的電腦 所以為了要防止他1月1號 這些二移程式不要啟動 所以我們特別製作一個數位疫苗 這個數位疫苗呢 基本上就是類似人理的疫苗 運作方式極為類似 我們會去看這個二移程式 這個病毒啟動的時候 它會哪一些環境的條件 所以我們會在這些電腦上面 預先把這些環境條件設置上 會誤以為 會讓這個病毒誤以為 這台電腦已經中毒了 所以它就不會啟動了 所以這種方式其實非常酷 所以等於是說 我先讓這個病毒 我先讓這個電腦生病了 然後呢 病毒下次來的時候 結果發現 其實基本上你已經感染我 我就不感染了 所以這樣的話可以讓這個病毒 在那一天不會啟動 所以在這邊我們製作一個數位疫苗 先大規模的派送安裝 因為它有些電腦是overline的 沒有聯網的 所以比較麻煩 接下來再開始清理二移程式 開始找根因最後 駭客的溯源 因為你把每個探透保 慢慢移除之後 駭客就可以開始拿出它 之前進入的相關的管道 VPN正好拿出來 AD正好再拿出來 什麼什麼 中激戰再拿出來 結果它慢慢掏出來的時候 你就慢慢收割 收割 收割 收割到最後的時候 基本上 它就沒輒 沒輒之後 它就會再用更進階的方式來做 那你再收割 收割 收割 用一連串的這種 持續化療 你才有辦法恢復 才有辦法恢復 所以說這種東西都沒辦法在 一天一個禮拜完成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那這是我們製作一個數位疫苗的一個案例 這個檔案全部都是公開的 那我們只拿來當作仿真 那可以看到說 現在目前 這台電腦是沒有安裝數位疫苗 然後這些檔案都還是好的 所以執行了一個 County的病毒程式之後 可以看到說這些檔案 這些檔案應該都會被加密起來 PDF5可能就會被 自換成別的檔名 然後被加密起來 馬上你看 全部換成其他檔名了 換成這個 UlGPC這個檔案 然後勒索訊息出來 那這些 這個程式 原先是設定在 這個客戶的電腦上面 預計要在2020年1月1號啟動 那我們把它restore回去 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安裝這個數位疫苗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然後那時候我們特別做了一個 數位疫苗給這個客戶 然後客戶派送 然後安裝之後 他就有這樣抗體 就有這樣抗體 然後再去執行這個抗體 他就不會執行 他就不會執行 這種概念 我們就把它導入到 我們的EDR的設計概念 設計底面 我們就是說讓我們這些客戶都會享受到 不是說每一個勒索的病毒都有效 因為就像你去打流感疫苗 今年流行的也是 也不可能cover全部 對不對 那面對勒索的病毒 這邊有幾點跟各位分享 就是第一個 預防剩餘治療 這真的是 要跟各位提醒 很多企業都認為說 勒索的病毒不會找上它 所以它沒有做預先 預防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點特別要提醒 就是說如果你已經勒索 如果要處理起來非常困難 再來就是可以建構單位一些零信任的環境 就是說 always verify 然後assume breach 假設你已經被入侵 你要怎麼樣做偵測 再來就是什麼 你要透過不同的方式來verify 驗證這些來源是否合法 雙因子認證 環境 device control 等等之類 就是說 再來就是備份需要策略 而非掛載更多的NAS 版本通常一些網路磁碟 通常一些儲存設備 它有檔案版本的歷程的紀錄 所以說 如果被加密之後 你可以從它不同的歷史版本可以還原 再來就是不要用mount到網路磁碟機的方式 你應該用它專屬的檔案同步的CLI來做 這樣才正確 再來就是說 要建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廠防線 不管是短點或是紅藍隊驗證 因為基本上你很有可能會跟駭客持續的交戰 0day其實經常有 因為各位認為說我的防禦做到100% 我所有的東西都在防禦上面 但是對於合法的使用者 非法使用者 你可以很好的偵測 但是當你遇到0day的時候 你基本上你要有一線生機 你的中廠有沒有visibility 這很重要 所以always你要先想0day可能都會有 我一定會被assume你會bridge 我要怎麼樣去做中廠的防線 再來就是檔案要解密 專業要靠專業來評估 千萬不要自己去談淑金 然後需要專業的攻擊背景調查 加密破解的評估 以我來講的話 我跟各位分享 如果是我去談淑金的話 我一定會幹給我這個駭客 罵他 你幹嘛這樣子 你給我殺價 檔案都不能解 什麼樣的 如果受害者絕不可能 用這個角度去談的 對不對 如果受害者去跟這個駭客接觸 他會跟你講說開個天價 對不對開個天價 然後結果這個受害單位講說 這資料很寶貴 不要殺價好不好 那我就趕快付錢 我趕快解密 這種是絕對不會談到成的 像我們的資料不是我們的 資料不是我們的 反正我就罵駭客 然後跟他談 對不對 然後一直柔定他 然後一直折磨他 然後到最後他放棄了 但是我告訴各位 重點不是在於說 用這種激烈的手段 重點是要在這個過程中 你要去了解駭客的想法 他願不願意幫你解密 其實這就是你談判 跟他建立一種情感的過程 你要先了解他會不會幫你解密 而不是冒然的去投入這樣的資源 對 好 所以意思就是要交給專業的來 不要自己去亂搞 這樣是不會成的 好 以上是簡單的介紹 那希望各位有些收穫 然後歡迎之後我們來做探討 謝謝各位 好 那我們再次感謝PK帶來的精彩分享 礙於時間的因素 我們這邊就先不做QA 那稍後會有休息時間 如果對我們前面這兩場議程有什麼想法的話 到時候休息時間也可以再跟我們講師直接做互動 好 第二場議程是Solar Wings供應鏈攻擊事件分析 那自從去年12月FireEye遭受到攻擊 並且導致他們紅隊的工具泄漏之後呢 Solar Wings供應鏈攻擊就逐漸地浮上了檯面 它的攻擊嚴重以及深入程度 甚至直到最近這個月都還有研究團隊在持續發布新的發現 透過供應鏈上的重要廠商 攻擊者不但能夠大規模攻擊下游使用者 更會造成難以估量的危害 接下來的議程我們邀請到FOX IT負責惡意城市分析事件調查 與提供威脅情報的威脅分析師ZY5 與台灣駭客協會理事CK 他們將以Solar Wings供應鏈攻擊事件分析為主題 說明事件的始末以及此攻擊的嚴重程度與攻擊手法 並且向大家分享該如何透過外部情資分析潛在受害者 來提供企業建議的應對方式 請各位給他們兩位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 那首先不免實務 那個感謝大家就是把這個下午分享給我們 那我是忠譽 然後在我身邊是我的學長縱患 那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到底Solar Wings這個IT Management平台的供應鏈攻擊的一些調查 以及我們的想法 那我是忠譽 然後我在荷蘭的FOX IT當那個惡意城市分析師 跟替客戶做這個Solar Intelligence的服務 然後在我身邊的是仲患 稍微介紹過一下 那我現在是HECON理事 那我也是今年HECON 2021的Review Board的Chairman 對所以之後也歡迎大家都投稿大家研究 那我研究主要focus在跟忠譽很類似 Moware Analysis, APT Investigation 和一些Threat Intelligence的部分 好 那今天想要帶給大家什麼主題 我們想要跟大家討論說 第一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再來就是 與其說Define這個字我改正一下 就是說 我們想要討論一下說 到底為什麼攻擊者選擇使用供應鏈攻擊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特性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常見的是 我們分析師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在就算我們沒有參與IR的調查 事件調查的當下 我們怎麼樣從我們手上有的情資去研討說 這次事件的影響性程度 就是所謂的impact assessment 到底有到多大 那我們會用一個常見的手法 第一點就是 當我們在找這種比較explanage purpose 比較像是偷資料供給 它到底在找什麼樣的目標 因為或許可以告訴我們說 它想要它的motivation 它到底它的目的是什麼 那還有是為什麼 我們要在free talk講這個議題 到底它有哪裡是特別的點 值得拿出來討論 好 那這就是個teamwork 因為做研究或者是做research 當然就不是一個很完整的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同事 那他應該也聽不懂 因為荷蘭人 然後還有YJ 還有一個不能具名的 好 那我們直接跳進主題 到底事情發生怎麼發生 我們在去年 這是2020年的12月 就是四個月前 月初的時候 FireEye這個火眼國際資安大廠 它就對外公佈說我們被害了 當下引起非常多的討論 到底是誰 為什麼好像要偷人家家裡 先去偷警衛士一樣 到底誰這麼有什麼意圖 會去做這件事情 那事情還沒結束 在大概過了五天之後 不到一個禮拜 FireEye再部寫了一個blog 告訴大家說 有一個IT工業 IT management管理平台廠商 叫做SolarWinds 他們專門在寫這種雲端管理平台的程式 那他們被害了 拿來當作供應鏈攻擊的跳板 那這個新聞 如果大家翻一下手機 翻一下形式 就知道說 12月13號其實是週日 那如果有在 大家都業界人士 所以在關注research的人 會知道說 通常不會在週日去發表這樣子的研究 因為我們通常會想要觸及更多的觀眾 想要讓事情更讓更多人知道 所以或許光就這個時間點 就在告訴我們說 這件事情應該影響性蠻大的 那這邊我請仲歡跟大家講一下說 從事件發生到後來 大家response面做了什麼事 對那從事件爆發之後 其實開始調查 那各方的研究員都有involved 那後來發現這個攻擊的程度 其實是相當嚴重的 那這些攻擊行為 直到這個月其實都還沒有完全調查完成 在昨天又有一組團隊有發現新的 他們認為新的後門可能跟中國是有相關的 那所以這個攻擊的範圍非常廣泛 大家其實一直在做調查 所以像從剛剛提到的 從FireEye的Rating Tool leak 然後CISA過了幾天之後 也發布了它的緊急的一些通告 那接著各個單位就開始在清點 有哪些單位是可能受害的 對所以包含美國的一些政府單位 Microsoft以及像這邊的Morbytes 都陸續揭露說自己可能是有被攻擊的 那這個攻擊的複雜程度也是非常複雜 大概是有新的發現 所以從一開始FireEye找到第一支後門 那接著在這個12月15號到18號 那第二支後門Supernova被發現 那到非常後面 我看一下在哪邊 應該在這邊 那又發現了另外一支後門 那中間比較有趣的例如說 它有用到一些跟雲端Service相關的攻擊手法 那發布了之後CISA 我看應該是FireEye哪一篇呢 好 太多了 對 所以FireEye和CISA都有發布一些 對於雲端Service的一些防禦措施 那直到這個月 3月4號都還有一些新的發現 所以我們從這一連串的研究 可以看到說這個攻擊其實非常複雜 到現在其實都還沒有調查完成 好 謝謝中環 那因為很多消息 但是我們確定可以直接拿出來講的是 SolarWinds官方發表出來的調查結果 他們與另外一間資產廠商進去做了IR 然後給了一個時間序 大概是事情怎麼發生 那其實時間是從19年 就是前年喔 前年的暑假9月4號的時候 這些攻擊者就已經進入他們內網 他們可以回推到最早時間是前年的9月 那這個攻擊者在內網做了非常多的探查 他對內網了解構深透之後 他們在2月20號去年的2月20號 也就是去年年初大概一年多前的時候 才正式地把這個後門給deploy到這個 Code Building Infrastructure上面去 那直到去年的12月底 12月中也就是大概四個月前 這個事情才SolarWinds官方才知道 有這個後門的存在 所以這三個重要的時間點 我們比較一下是 從知道回推到第一次被Compromise 其實是長大一年又三個月之久 他們才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看起來也是這個時間點 剛好就是FireEye通知他們的時候 那這裡我想要先討論一下說 到底為什麼選擇使用供應鏈攻擊 它有什麼樣的特點 當然一般而言的話 攻擊者會對這個target有興趣 但是這個target 我們把它稱作為公司好了 它的公司可能會有很多的供應廠商 那這些供應廠商 可能已經跟這個公司有生意來往 或者是有這個可能 或服務之間來往有一段時間 所以他們存在著一種信任關係 那攻擊者選擇不實用攻擊 直接去攻擊他的目標 而去透過具有信賴關係的廠商 去proxy到他的這個supplier 那它的特點是 剛剛我一直強調了嘛 就是廠商跟供應鏈之間 可能已經存在著信任關係 比起廠商 比起公司對外面的攻擊者而言 這一段信任關係 是可以被拿攻擊者拿來濫用 接下來一點就是 一間公司如果攻擊者想要攻擊的話 這間公司可能會不只有一個供應鏈的廠商 那縱觀這些供應鏈的廠商裡面 可能會有一間至少資安經費不足 或者是Operation Security比較低的廠商 那如果我們可以從它下手的話 那或許我們會比較容易地 可以攻擊到我們要的目標 那第三點是我認為是 如果這個攻擊者他要的目標 並不是單一一間公司 而是可能是一個產業鏈 不管是橫向還是縱向的產業鏈 如果在這個產業鏈裡面 有一個主要的供應商 那讓我們compromise這個主要的供應商 某一種程度我們有比較高的可能性 可以去access到整個產業鏈裡面的所有目標 那剛好這三點都符合SolarWinds 這個事件發生的狀況 那因為這個事件其實攻擊鏈很複雜 然後事件也還在調查中 然後有一些資訊當然是沒有公開的 但簡單而言我就很粗淺的說 這件事情其實它主要發生在攻擊 這個code development 這個devops上面 這現在列出來的這個是一個正常的 軟體開發流程大致上的步驟 就大致上就是大家寫code 然後往commit到server去 server幫我們view完 sign完之後 測試完之後就deploy到客戶段 但這件事情也是一樣寫code 但是剛才我們知道 這個target的actor已經compromise 這個SolarWinds的platform 所以壞人已經在我們的內網環境的時候 他放了一個惡層式 它是一個injector 這個是一個executable 它把一段class一個source code 叫Thumbus這個backdoor跟becon 給塞進別拿Orient platform的source code裡面 所以它是executable塞source code進source code 然後這個source code好的source code 包含壞的source code 就一遍被build server給build起來 包含簽章簽起來 那簽完之後 它去丟去測試環境的時候 因為剛才我們看到說 它從入侵到第一次直後門 只長到六個月了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熟悉說 內網環境的一些設定 所以當它只要這個二層式在內網環境執行 就是開發者環境執行的時候 它不會去執行任何的這個 malicious的二翼的片段 那等到它被deploy到客戶單的時候 它才開始發作 那所以我們今天報告 一個對我來說很大的重點就是 我想要去做這件事情的impact 我要怎麼樣用二翼層式分析師的角度去看 說這件事情到底有什麼impact 那如果我們去觀察它的TP 其實我們很常把它分成兩類 一類就是金錢導向的攻擊 可能比較像剛才PK講的 那另外一類就是比較屬於 就是它的目標可能是 比較對資料 精明資料較有興趣 那我們認為這件事情 其實比較偏向於後者的TP 然後在我們沒有參與IR的狀況之下 我們怎麼樣去面對客戶告訴客戶 或者說這件事情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那我們手頭有的資料 就是這些已被公開的二翼層式 對我們分析師來說 就是它其實是一條鏈 就是一個sundspot 是一個injector 它把這個sundbus這一段 這一段class這個 malicious code inject到Orient platform裡面去 然後它被分派到客戶端執行之後 它會執行其他的loader跟一些其他的模文 那這裡有一個東西 剛好出現在sundwins的platform 也出現在sundwins的客戶的platform 上面就是這個sundbus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一看就會覺得說 這個bitcon可能會帶給我們一些資訊 可以讓我們來做一些它的目標的評估 那這個sundbus這個二層式 其實它是bitcon就是它的中文 其實就是那個叫什麼 瘋火台 就是當它在受害者端執行的時候 它會亮了個瘋火告訴你說我已經火了 那它可能是主動連線回C&C Server 回終極站 而不是終極站直接連線它 因為有可能這個受害者是在內網環境 它不一定能夠從外部去連到這個環境 那它帶有一個backdoor 那它是裝在這個sundwins的一個 某一個IT management platform裡面 那裡面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這個規避分析 跟這種很精巧的設計 那像我這邊舉個例子 就是它這個hash是用來儲存一些resource artifact 那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空 那像是剛才那個hash 它其實用來加密這一系列的製串 那這一系列的製串是 在它要執行這個sundbus這個backdoor的時候 它會先去檢查 目前這個執行環境的AD domain 是不是符合這一些domain 那這些domain可以知道說 可能sundwins在cork在蘇格蘭嗎 還是艾爾蘭 艾爾蘭有一個開發部門 然後在可能APAC也有 所以它只要發現說這些AD domain存在的話 它就不會去執行 那當然它還有針對很多antivirus driver process service的名字去進行檢查 然後都用上面講到的那個hash保護組 那大家可以去看說FyE 他們有提供出整個就是hash 那個reverse出來的結果 那其實在分析這支二一程式的時候 是蠻過癮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需要有雙重人格 因為它其實寫得非常像 Orient Platform上面的東西 然後它的變數的命名 function的命名 程式的結構 讓你看起來都像是一個 Orient Platform本來該有的東西 舉個例子它這邊 這字比較小 它上面是寫Assembly Time Steps 那其實這長得很像Assembly Time Steps 就是可能正常的code 不知道在檢查什麼 但實際上它就是 用剛才我講那個hash 所incode起來的 關於它要檢查的process 就像是什麼 一些antivirus driver 但是它其實寫得很像是 它在檢查Time Steps 那下面是它也花了很多心思去雕琢這些 backdoor的connection 它為了要把它雕琢的跟 benight的 legitimate的 orient platform的communication 十分的想像 讓你從網路層面也很難發覺說 資料正在外洩 或者是後門正在啟動的過程 好 所以這個二一程式大致上它有兩個stage 這邊跟我後面要講的東西非常有關的性 然後這兩個stage是一分為二 第一個就是這個stage是用來告訴攻擊者 我現在在哪一個環境執行 它是跑在DNS上 所以它會帶有這個受害者的資訊 藉由DNS的query回server 那當server認為說這個domain 這個victim information有興趣的時候 它才會告訴這個sumbirds說 你要去哪裡用http的backdoor 所以一開始它沒有httpbackdoor的CNC server 它只有DNS的 那這兩個stage會是一個非常大的 可以讓我們來挑target的關鍵 像舉個例子來說 當我們發現說 有一個這樣子的query的時候 其實 跑掉了 沒關係 剛好這個prefix就是 它帶有victim information 如果我們 細節我就不講了 大概就是我們去reverse它 我們大概知道說它怎麼encode 所以我們把它decode出來 其實它前述by就是一個根據 受害者產生出來的獨特的自串GUID 後面帶的就是15byte的這個AD的domain 就是跑這個位置是ADdomain 然後面這一串都是固定的寫實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這個ADdomain 可以從它第一階段 stage1的becon dnsrequest去抽取出來 那DNS這個protocol呢 因為它是沒有加密的 如果default上它沒有跑SS上是沒有加密的 所以我們如果有辦法在network的backbone 塞一些這種sniffer log 我們可以知道說 在這個A時間BD點 到底誰對哪個domain有興趣 那這筆資料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passive DNS 因為不是我們主動的去query 而是這裡的人在講什麼話 算是我們在passive的log它 那這個sunburst的backdoor 我用這個簡單的final state machine去代表說 它怎麼控制它裡面的狀態 我們看到會有兩個顏色 綠色和藍色 藍色這兩個代表兩種不同的encoding 那這個框框內的東西是代表它encoding input是什麼 所以總共會有看到四種的DNS query的format 因為藍色會有兩種encoding 綠色會有兩種encoding 那一開始2A程式執行的時候 它是在passive的state 也就是說它會帶這個AD domain 回去CNC server 那CNC server再根據這個AD domain 去決定說這個AD domain 是不是它有興趣 在進而是否選擇要給一個ARAC的response 讓這個sunburst可以跳進第二個state 使用第二種encoding 那當然跳進第二種 它就會使用不同的encoding 我們稍後再說 所以剛才這兩個例子就是 分別是 這一個是我剛才舉的例子 就是這個DNS query 把它extract出來它的domain 那剛好它的input就是 domain的前15x跟15x以後 所以這兩個GUID相同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GUID對應的AD domain是這樣 那這是一個美國的一個州政府 所擁有的這個AD domain 所以就是說這個美國州政府 曾經跑 SolarWinds Orient platform 然後成為一個target過 那是不是我們只要有剛才那一些資料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它的target是誰 我們再回到很前面說 我覺得它們的TTP 比較符合這種exponage purpose的 那通常exponage purpose的我們的經驗是 它比較不會這麼海量的針對 大量的target有興趣 像是我們看到passive的 再passive的state就有兩萬多個entry 就是這些可以說是SoloWinds Orient perform的用戶 那如果我們有辦法再往前推 推到下一個state 推到active去的話 或許這可以告訴我們說 這個attacker到底在找哪樣子的目標 那再回到這個fsm 當它跳到associated 就是它第一個 那個DNS query過去 Server response 它一個atracker 然後這atracker是sunburst 認得懂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帶一些timestep 跟它正在執行的antivirus回Server 那如果server再確定說 這個是它要的東西的時候 它會send一個cnc的server 就是backdoor的server 在cname這個DNS response裡面 它跳進了active 那因為它進了active之後 有可能http的cnc會需要更新 所以它還會持續的在active這個state 發DNS的query 為了要更新自己的http的cnc 那這時候它就會帶一個active bit 告訴server說告訴DNS server說 我有現在http的cnc 但是要不要更新取決於server這樣 所以這裡的關鍵點就是 如果我們有辦法拆這個DNS query 拆到裡面有一個active bit的話 我就可以很確定的說 這一個target曾經有http的cnc server 也就是說它可能有操作過home 那它是不同的encoding 但細節也是一樣省略 那像以這個為例的話 它帶了一個active 回去DNS server 然後跟一些timestamp 還有它沒有裝這個antivirus 那這個guid呢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說 它第一個encoding的時候 它有guid對domain的mapping 我們只要把這些東西記錄下來 我們就可以反差說這個guid 對應到哪個domain 所以說這個domain 曾經有htt的backdoor 裝在上面過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剛才貫穿 都是用同一個victim來解釋 它是一個美國州政府的domain 所以我們列舉說 我們做出來的結果 我們input data進去 到底有哪一些是攻擊者 在target的目標呢 首先當然這個新聞都已經講清楚 就是美國的政府其實是首張其衝 我們會看到有些NGO 一些美國的州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 那接下來比較有趣的是 這個critical infrastructure 就是energy產業 像是美國的這個大石油公司 也在名單上 那還有就是美國的國防部 然後還有這個NSA 美國安全局的內網 也出現在名單裡面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覺得 其實這個攻擊還滿特別一點 就是它是首先它就是衝著自然產業而來 就是看到有一些我們的同業在上面 那包含著一些做網路通訊設備 還有一些大的科技業也都在名單上面 那他們也有陸續出來做一些response 做一些調查 也很多也正在進行中 那所以我想要最後再回到這個三個角色為例 我覺得身為防禦者一方 我們常常在害怕我們裡面有一些insiders 在露我們的資料偷我們的東西 我們也害怕外面的人打進來 但是或許我們要看一下說我們的供應鏈廠商 是不是也被compromise 那接下來我想要把麥克風交給我學長仲寬 讓他做就是供應鏈攻擊跟以往之間的比較 還有一些他的想法 好 謝謝鍾玉 好 對那之後 剛剛我們已經介紹了就是關於這個攻擊的 例如說Mower部分以及Procode部分 然後有哪些受害者 所以接下來我想要回頭去探討一些跟供應鏈相關的攻擊 那當然在現在因為很多大企業 其實自己的防禦見得越來越完善了 所以這也是剛剛提到 為什麼我會去想要挑供應鏈來攻擊的原因 所以你總是有一條供應鏈 可能你的廠商是做得比較爛的 那因此那個地方可能就可以去被攻擊 那第二個就是你現在的系統其實越來越複雜 越來複雜的供應鏈越來越多 就越容易被攻擊 那回過頭來我們就要探討 是一個供應鏈 那當然我們比較多是做軟體的 所以我接下來才想從軟體的角度去分析 一個供應鏈到底是由哪些東西組成的 對 好 那我們可以想像我們如果今天是一個RD 我們在開發程式會有哪些階段 那當然我們會有source code 那我們source code 那我們source code可能從別的地方 borrow一些code 或抄一些code過來 對 那抄完之後我們會經過version control 經過compiler 經過linker 最後出來一個executable 那executable 那我們可能會經過CICD做test 和發佈和簽章 那我們接著進到了release sign update 或dispatch 在後半部我們就進到我們客戶端 客戶端 那客戶端裡面 我們可能也會有一些動態library 去load一些動態library進來 那之後才把程式跑起來 對 所以我們程式這個東西可能是一個 程式開發人員都知道一些概念 但是中間其實常有很多的風險 那這個鏈拉那麼長 各個地方都有可能會被攻擊 那我們先講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 對 那這個是15年在SMP上面發的一篇paper 他說 他說 這不算是一個攻擊 他說很多posts在stack overflow 或者是你的教科書上的code 其實是不安全的 對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成 我們最一開始供應鏈的來源是什麼 就是programmer寫的每一行code 那你到這些地方操code 那自然就會可能會不安全 對 所以大家在操code的時候 可能也要小心一點 不然你操一操的code 可能就會引起後面相當大的自然的風險 好 那我們看一些比較實際的例子 所以像在2019年就有出現過幾次的攻擊事件 例如說這一個Ruby的strong password library 這一些 那攻擊者去發布這假的library 那接著你第三方的人如果用了這些library 就等於自動的裝上了一些 這個二一層在你系統裡面 那當然compiler也不一定是完全安全的 那像這個2015年一個著名的攻擊 Xcode ghost 它就會攻擊你的compiler 它先感染你的開發人員的電腦 然後接著去感染你的compiler 那接著這個開發人員compile出來的software 就會自動包含它的mower 對 那當然excutable ccleaner 這也是著名的事件 對 那在遊戲update更新release這些的 在2015年也有operationGG 對 那這個也在之前hecome的freetalk 有報導過的一些事件 對 那對台灣來講 很重要的幾個事件大概是2019年 ASUS的shadowhammer 那它大概是跟這個事件非常類似 它也是打下了你整個開發流程 在CI的部分 所以你出來的mower其實是有正確的certificate 所以很多的foundante就會自動繞過它 那同年我們很多政府在採購一些設備的時候 有採購這個ASUS WebStorage 那在2019年有被發現一個漏洞 那很多有AP團隊就利用這個 這個web storage的main-the-middle漏洞 去dispatch它的2E程式 對 所以在這個環節上面 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會有一些攻擊 那當然回過頭我們今天的部分 SolarWinds的supply chain attack 大概就在 我把它放在這了 那其實放在前面 它可能在更前面的地方就已經compromise了 對 所以這裡我們summarize了一些 以前看過的各種的supply chain的attack 好 那回過summarize 這個攻擊裡面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幾個點 那包含第一個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非常多次的supply chain的attack 那剛才也提到說可能有上萬個受害者 潛在的受害者有遭受到這個攻擊 那當然這是一次target的attack 所以實際上攻擊者想打的可能沒有那麼多 可能就幾十個到幾百個單位 好 那第二個是剛剛我們前面也提到 它是compromising的devop 那並且很有趣的是 它已經了解你內部環境 所以它會在你內部 在build之前是killstealth 那直到到客戶端才真的去發作 好 那當然 那這支2A層4是相當精緻的 那在這裡我想多提的一點是 這個攻擊它有運用到一些cloud service的security 它有嘗試去攻擊的cloud service 對 那這邊是這個fireEye它發布的報告 那在他們的調查中他們發現說 攻擊者嘗試去攻擊Microsoft 365的一個environment 對 那它從企業的內網去跳到這個雲端的環境 那這些也非常符合現代的一個這個企業 infra的一個趨勢 大家的infra慢慢的都會某種部分放到雲端 那像是這裡的Microsoft 365 那或者是Azure 那或者AWS GCP 你可能有些系統就慢慢移到雲端 所以以往攻擊者做內網的很像移動的時候 就是在你內網中 Local去做很像移動 那現在攻擊者會嘗試去做很像移動 引到你的一些cloud service 對 那它這裡就會 在這篇文章中它就提到說 攻擊者利用了一些像是golden SAML的attack 它去偽造一些雲端的驗證的一些機制 那或者它打進你的系統中 它去加入一些trust的domain 讓你去信任其他domain 那接著你就可以做一些很像移動 那這些都是針對於我們這個雲端的平台 做一些攻擊 所以這個是我認為在這個攻擊中 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個點 那接下來最後的部分 我還希望提供大家一些mitigation的一些方法 那其實在事件爆發之後 各個資安團隊都持續地去進行一些研究和分析 那各個團隊都進行了很好的response 那像FireEye它在一開始它被打之後 它馬上就發布了一個它的rating tool的IOC 它跟大家分享說 它洩漏出去的資訊大概包含哪些攻擊程式 那避免攻擊者拿這些攻擊程式 再去做或許的應用 那這期我們以前也常遇到就是說 不管是資安廠商或資安團隊被打 那他們紅隊的工具露出去之後 那其他的駭客團隊在用這些紅隊的工具 去做後面的攻擊 他們很積極地去做了這個應對 所以FireEye他們有發布他們紅隊tour的一些IOC 那他們調查過程中也發布了soundburst相關的IOC 那包含了FireEye的和CSA的這一篇裡面的IOC 算是最完整的 那我這邊就稍微整理了一下 我看過的幾篇report他們裡面寫IOC 所以如果這裡有一個short URL 大家可以去連連看 那我稍微整理了 盡可能蒐集我看到了 那當然可能還有些不完備 大家可以再往下去補充 所以第一個就是IOC 你可以去找來然後去檢查 那最後當然剛剛提到的雲端的部分 所以在雲端的部分 Madean FireEye有發布他們的工具 這個Madean Azure AD Investigator 那CSA又有發布一些工具 和你做Cloud Service 要怎麼樣做比較安全的一些檢測 那這些因為他都有把code放到GitHub 那非常鼓勵大家就可以把這些code找回來 然後去測試一下 測試自己這個企業環境內部 是不是有一些風險存在 所以透過這些我們可以 大家回去也可以去檢查一下 自己的環境裡面有沒有這些問題 那接下來就是在最後的部分 那我們就總結一下 在我們今天的Talk的部分 那首先當然是 其實在攻擊時是難免會發生 那我們這次也學到說 即使像FireEye這麼厲害的一個資安公司 那還是不可能會被compromise 所以攻擊的手段越來越困難 對所以我們更應該做 projective的threat hunting 那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去response 去對這些incident要做好的response 所以我覺得FireEye是他們的行為 其實我覺得做得非常好是 他在發現問題之後 馬上進行調查 調查完之後就跟整個社群和產業去分享說 他這些東西到底會有什麼風險 然後告訴大家說 我要怎麼樣去避免進一步的事件的擴大 那從這個事件開始 後面大家才會發現 SolarWinds被打了 這麼嚴重的一個攻擊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們要對這些incident要去正面的去回應他 那並且把自己的一些發現 自己的一些觀測到一些攻擊行為 跟社群和security的團隊去溝通 以及去分享這些東西 那這可以加速我們應對整個攻擊 去縮短應對攻擊的一些時間 好 那這次的攻擊最重要的幾個點 那當然第一個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supply chain attack 那第二個 它compromise你的Dev-OP 對 所以今天不只是一般的業務掌管資料的人 你在你的城市設計師其實也是非常容易 被針對的一個攻擊對象 那 就像我剛剛前面提到的這個攻擊 另外的特性 我覺得就是它利用了很多的cloud service 嘗試去用lator movement 然後去拿到一些cloud service的一些權限 好 那 對 那接下來就是 supply chain的security對於企業來講 仍然是一個很容易去忽略的點 而且很難去監控 那除非你的企業真的大到一定的程度 不然你很難去跟你的供應商 去要求它去加強它的security 那這可能就需要大家一起加強的部分 那終於也分享了 我們怎麼樣用一些threat intelligence 像是passive DNS的資料 讓我們去做一些調查 了解這個攻擊的範圍多大 並且釐清這個可能的受害者有哪些 對 好 那當然 那最後 對 那cloud service當然可能是一個新的attack vector 在未來企業可能或多或少都會遇到這些問題 那可能會被工業用來做利用 好 那我們的部分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應該還留有一些的時間 可以讓大家進行QA 好 那現場各位有什麼想要問我們台上兩位講師的嗎 稍微舉手 沒有嗎 好 那個面前的面板按一下開關 有麥克風可以直接講 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有特別提到就是說SoraWin的攻擊 它有一個bypass MFA 可以描述多一點嗎 在這一盒部分 那bypass MFA的部分 其實很多是跟它的 跟攻擊cloud相關的東西是一致的 那 它技術系列是 我在local的這個AD上面 我會拿一些local的資料 然後去做簽章 那簽章裡面包含了一個欄位去說我的MFA 它有沒有驗證過 那因為你這一台local的AD 已經 FSAD已經被compromise了 所以攻擊者可以去偽造這些資料 所以這個欄位 它就可以去偽造這個MFA的欄位是什麼 所以它就透過去偽造這個FA的欄位說 我已經通過了二階段認證 然後簽完這個東西 送一個recruit到cloud的 office 365的server 那office 365收到這一個東西 它認為說 你已經通過了MFA 對 所以這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登入它雲端的 這個 的一些服務 對 這大概是它攻擊的一些部分 那當然細節的部分 這裡我也既不是那麼清楚 對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攻擊手法 好 謝謝 那還有什麼想要跟我們台上講師做交流的問題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這邊就再次掌聲 感謝台上兩位講師帶來精采的議程